难以想象 这部某半评分高达8.7 各校视觉堪比好莱坞巨制 且赛博彭克拉满的科幻剧集 竟是一个人家一台电脑独立制作完成的 更让人惊叹的是 他做这一切的前提 甚至只是为了还原出 他梦境里七美绝伦的末日世界 那是在不久后的未来 人类社会早已在战争的侵蚀下 变得残破不堪 资源的匮乏再加上环境的持续恶化 不仅导致了地球上的人口实不存一 就连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也只剩下了最后一座 而为了更好地活下去 人类将它改造成了牢不可破的钢体之城 并将其中的每一寸空间都利用到了极致 就这样 人类文明的最后活种得以继续保存 身心俱疲的人们也总算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西蒙是城市中无比普通的幸存者之一 这天 他在安顿好酗酒如命的室友后 突然就见到窗外出现了一艘从未见过的小型飞船 室友告诉他这是刺客 由人工智能所控制的城市守卫者 西蒙也没有多想 转身就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制作蔬菜沙拉是他唯一擅长的事情 为此 他还特意在高处搭建了一间蔬菜大棚 尽管每天的收获十分感人 但因为末日之下新鲜的蔬菜变得尤为稀缺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 他还是能够靠着这个小生意来维持生计 等做完了所有的准备工作 西蒙自己也会拿上一份沙拉当做早餐 接着再穿过层层建筑来到天台享受着难得的宁静 可每次看到远处的运输船 他总会不受控制地思念起男友 因为他的男友是开荒者 常年在外奔波 两人也因此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也就在这时 一阵剧烈的轰鸣声突然就将西蒙拉回了现实 原来是不远处一艘运输船无意中触发了刺客的防御系统 眼看他马上就要被击毁了 西蒙赶紧利用手里的宁静转移了刺客的注意力 这才让运输船逃过一劫 在这之后 西蒙再次来到了电话亭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拨打男友的电话 但唯一不变的是 屏幕上出现的始终都是无法接通的提示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中午 久违的阳光给这座压抑的城市带来了片刻生机 人们不约而同地走出了家门 似乎想要用一场狂欢来忘却末日的烦恼 市中心的商场内更是难得的人生鼎沸 但在智能机械守卫的严密监管下 这里的一切都运转得井井有条 西蒙的小摊位也正是坐落于此 依靠着他热情的吆喝声 他今日份的沙拉很快就销售一空了 当时间来到傍晚 塔楼上准时响起的钟声又将所有人拉回了现实 意犹未尽的人们各回各家 商户们也在同一时间关门打烊 然而机械守卫却突然拦住了正准备离开的西蒙 并告诉他商场的老板想要见他 一头雾水的西蒙一路跟着守卫来到了一处地下城 又经过一番严厉的扫描过后 他才终于见到了所谓的老板 眼前这个全身上下只剩下一个脑袋的男人 男人将一个杯子扔到了西蒙手中 在他的解释下 西蒙这才意识到 原来早上运输船被刺客攻击的事情并不是意外 而是老板的朋友企图自杀的行为 他在误打误撞之下阻止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感激不已的老板当即就表示可以满足他的任何心愿 西蒙也没有犹豫 直接表示他想要联系上男友 老板虽然诧异 但还是让守卫定位到了他男友的位置 接着二话没说就发射了一枚卫星导弹过去 在西蒙来到电话亭的同一时间 西蒙的内心的思念 可男友仍一脸懵逼的愣在了原地 直到确认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卫星电话后 他才缓过神来 男友这时也告诉了西蒙一个好消息 他们在郊区挖出了一个新的宜居地 他也因此赚到了一大笔超出预期的钱 不仅能够让他们搬到上城区生活 甚至还能攻得起西蒙上大学 但更让西蒙惊喜的是 男友接着又表示他今晚就能回家了 西蒙当即决定要去机场接他 于是在回家简单的休整过后 他又马不停蹄地朝着机场赶去 甚至担心男友饿肚子 他还奢侈地来到楼下的便利店 买了两个猪肉汉堡 接着才乘坐电梯来到了顶楼的地铁站 当地铁急迟在城市上空的同时 西蒙也满心期待地规划着 即将到来的幸福生活 原本压抑的末日之城 在此时的他看来也突然变得分外迷人了 他看到有人在天台上在歌载舞 也看到有人在严阵以待地 对付着今晚的宵夜大闸蟹 甚至还看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环球大学 想到不久后自己也能成为其中一员 西蒙的内心又多了一分紧张 然而当地铁进站后 他无意中的一眼却让这一切成为了泡影 只见一群奇装异服的人突然从站台经过 西蒙也刚好看到了最后一个男人苍白的瞳孔 正是这一瞬间的对视 西蒙竟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 周围的一切也变得恍惚了起来 甚至对面的座位上还闪过一道黑影 他本以为是疲劳过度出现了幻觉 赶紧来到洗手间试图让自己清醒 但就在此时 一阵刺耳的轰鸣声又突然在他耳边响起 愈发难受的他亮腔地回到车厢 可没曾想整个车厢都在剧烈地晃动 接着他视线里的一切也变得诡异扭曲了起来 而就在下一秒 他却莫名地躺在了站台上 紧接着就连站台也出现了场景渲染错误 随着一阵代码闪过 永恒的黑暗吞噬了一切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系统重启完成后 西蒙所在的世界也再次变得栩栩如生了起来 但唯一不同的是 一架小型飞船凭空来到了站台上空 他释放出四个探测器扫描着西蒙 试图以此来找到闯入者的痕迹 给大家看到